有关选举的消息了 这是年底的台北县长选举 蓝绿动作现在频频 民进党基本的这个基层党员呢 为了拱老县长苏贞昌回锅 现在要办理口语部队的课程 要宣传苏贞昌的政绩 而中文也独家取得了这份的文件 上面就写着要党员凸显冲冲冲 对上民调吊车尾的周席伟 那么国民党这是为了协调 谁能够披战袍现在要伤脑筋 而周席伟最后会不会获得体名 还有变数呢 公司周席伟施政满意度调吊车尾 民进党基层党员拱苏贞昌 回国选北县县长 对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 做一个发酵 民进党台北县党部 也在为县长选举暖身 这份党部发文给议员的公文 写着为了替县长候选人辅选 要办理口语训练课程 宣传苏贞昌执政政绩 还要高喊穷穷穷对上调吊车尾 并请来林习耀 吴泽成与林万亿 三位苏贞昌时代的副县长当讲师 又为了习运老板付出暖身的味道 民进党除了苏贞昌 还有蔡英文 陈景峻都被点名角逐北县县长宝座 相较于民进党动作评评 国民党周西韦 连任路出现了变数 台面下各方角力 正在酝酿 包括李嘉敬 吴玉生与林洪池 都由角逐意愿动作评评 我们一定会协调出最佳人选 我再补充 补充一句好了 我想 中国国民党对县市长的提名 应该 包括台北县站内 应该是考量到 团结盛选的一个原则 只要站在团结盛选的原则 我想 任何人选 只要他准备好 他都是 未来可能提名的对象 吴玉生与林洪池 被问到党内提名问题 双方高来高去 讲一次不够 还又要补充来补充去 嘴巴说要团结为贵 但为了胜出 只好拼板面 中天选吕家贤 林嘉远 台北采访报道